安波篮球快讯 我是李亚希 2020年12月20日 青岛雄鹰期待通压 周日晚上 CBA第二阶段赛事继续进行 届时青岛雄鹰将面对北京压 论近况 青岛雄鹰绝对是更为稳定的一方 皆因他们目前处于一波三连胜甜蜜之中 而北京压上帐营下 山西猛龙才重返正轨 相比之下 青岛雄鹰还是有更大迎面 青岛雄鹰经济显得相当友善尽心 目前19场战罢 他们能够取得12胜7负的不俗成绩 排在联赛前6位置 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 便是球队经济整体表现越来越好 全队有4人军场得分上双 分别是达里奥斯亚荡斯 张成宇 王庆明以及王瑞泽 长期商患 值得一提的是 这4人中只有达里奥斯亚荡斯市常规正选 而诸如刘传星 赵太龙以及杨金蒙金济正选次数上双的球员 亦有助不俗发挥 军场得分都能接近10分 这足以证明青岛雄鹰经济国内球员 有助不俗实力且阵容深度颇厚 除此之外 达里奥斯亚荡斯这名外援拥有极强的单兵 作战能力 此子此前在新疆飞虎效力期间时常孤独 Carrie带队取胜 如今身边这些国内球员表现不俗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很多 他的得分压力 再者他们最近一次面对北京鸭异能迎播告中 看好青岛雄鹰此番能够斩获四连胜 本赛季换了新帅的北京鸭 进展并不太顺利 外援方面 北京鸭引进了聚集训 并续约祖斯电弦美毒 本土球员中 引进了李木豪和范子明 按理说 阵容比上赛季更完整 然而 北京队开赛至今多次已大比分落败 排名更是从上赛季第四大幅跌落 仅排第十三 不少人开始质疑帕亚加尼 Semone PNBN的执教能力 但其实球队的伤病情况难以应付现在的比赛密度 祖斯电弦美顿以及李木豪两名内线 目前因伤休战 仅剩聚集训丹外援作战 与此同时 迪小川最近亦透露自己身上有多处伤患但坚持带伤上阵 这或多或少会影响此次的发挥 因此 最近曾遭遇过一波三连败 亦不难理解了 最为关键的一点 他们阵中未必有能完全防住达里奥斯亚荡斯之人 另外 北京压经济重点补强的内线受伤并影响优势大大减弱 青岛雄鹰方面 刘传星足以应对 虽则他们还守窝网纪优势 但今时不同往日 北京压想要迎波的却困难 感谢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下次再会 看波 当然看M直播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